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上下学习下来的内容 这个启动界面 好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下 怎么样来给我们的程序 来一个炫酷的出场 就是给它加一个启动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学习目标 首先要掌握启动界面的实验方法 然后进一步熟练Qt设计师添加资源文件的方式 其次要掌握一下Eclipse开发Python程序的流程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启动界面 这个启动界面它的意义主要在于 程序启动的时候 有一些文件需要加载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启动的时候比较缓慢 所以要给用户一个启动的界面 通过这个启动界面告诉用户 程序已经在后台运行了 那么避免这个用户点了一下启动之后 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了 这程序还没启动完成 所以呢给一个启动界面 告知一下这个启动进度 同时呢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宣传企业形象的作用 一般这个启动界面是显示这个企业的logo 那么有一张图片还配一些文字信息等等 那么启动界面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要素 就是它启动的时候不能阻塞这个GUI的事件响应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启动界面的实现 启动界面的实现呢 主要是使用这个Qt里面的一个Qsplash screen这个类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这个怎么样把我们这个从Eric4下面建立这个工程 搬到这个Eclipse下面 然后我们再来演示这个启动界面 那么首先呢我们启动一下这个Eclipse 启动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启动界面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情节 因为这个Eclipse它是用加化虚拟机实现的 所以它启动的时候这个JVM出色化的时候很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启动的时候 这个界面上打出了一些文字来告诉我们 加载到哪一步了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Eclipse开发Python的程序呢也比较简单 首先在这个左侧这里边 那么可以导入已有的工程 也可以导出已有的工程 我们今天呢是需要新建的 所以就file new 新建一个pydev project 然后工程名字我们选一个 还是mezprqt test 跟那个Eric4下面是一样的 寸入路径就用这个默认的 那我一般是放在这个地盘下面 Eclipse project 然后python下面 那么这个解释器和语法呢 都是2.7和默认的这个解释器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Anna看到的这个解释器 然后就下一步 那么reference projects 这里面不管 finish 这样就生成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目录 在这个下面呢我们可以新建文件 那么我们今天呢 先不去手动的建文件 那么如果要新建的话 在这里右键 然后选一个file 然后test.py 好 这样呢它就会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给我们签一下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这个文件呢就是测试一下 好 按py之后它就自动补权print了 按抢回车 我们看一下 运行这个程序 就点这个小三角符号 然后它弹出的界面 我们选择这个python run 第一项 然后OK 打印出来 就证明这个环境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 回这个ericfile下面 其中ericfile 这个ericfile呢 以后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 帮我们编辑这个界面 编辑完了之后呢 然后再编一层py文件 等到后面的这个 草函数里面的各种实践啊 各种开发啊 都在这个eclips下进行 因为它补权功能 比这个ericfile要好一点 打开我们最近这个工程文件 打开这个uil文件 我们今天呢就是加一个 给这个程序加一个 启动界面 启动界面呢 在这个资源管理器里面 新加一个图片 作为启动界面 那么我已经把我选好的图片 添加到这个工程里边了 就是这个mypicture这个文件 这是我的conferment这个文件 所以就用它来当启动 当这个请问界面 然后呢添加完成之后 编译这个界面 然后编译一下这个资源文件 这些都完成之后 那么这个ericfile的这个任务 就算完成了 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启动界面 也不用信号和槽 这样 我们来到这个 来到这个 我们常用的这个存放 我们最近一直开发的这个工程的文件夹下面 好 找到这个mypicturetest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文件呢 有这么几项 我们把它一块烤到这个 我们新建的这个 Eclipse的这个工程下面 主要是这个 UI文件 然后这个 UIinfo文件 还有这个 资源文件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资源文件 这两个位置分明哪个是哪个了 所以都烤过去吧 然后mypicturetest 然后info这个文件 我们把这四项 烤过去 烤到我们刚建的这个 Eclipse程序的这个目录下面 mypicturetest 这里面我们刚建的这个test的文件 我们把它直接提过来 贴完之后 回到这个 Eclipse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里面还看不到我们家的文件 我们点一下刷新 OK 这几个文件就都出来了 好 为了这个 测试一下 我们从这运行一下看一下 选择python run OK 这个 程序已经在这个 Eclipse下 顺利的执行了 好 我把这个 自己瞧一下 自己瞧一下 看着可能有点小 看着可能有点小 好 这一箱 小大一点 不然大家可能看着不方便 好 这就够大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实现这个 启动界面 好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 怎么实现 这个启动界面呢 主要是用于这个程序 它初始化的时候 加载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 主窗口的这个初始化类里面 在这里面 如果操作过于多的话 那么这个程序 提供的时候就会很缓慢 但我们这里面呢很简单 就这么几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这用一个这个 用一个这个 休眠函数 让它休息一会儿 在这里睡一会儿之后 然后呢 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程序的样子 先不敲这一行 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么实现这个启动界面呢 我们需要 使用这个 Qt里面的这个 QSplash 这个方法 然后实现一个界面 实现一个界面呢 我们这个界面 一般是有一个图片 所以我们要给它 传入一个图片 图片 叫 ToPixMap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Eclipse 它的这个 自动补充功能 还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 我们传入这个图片呢 需要 指定这个图片的 这个地址 那么我们的地址 是在哪呢 就在这个根目录下 那么就类似于 这样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 文件名字是 MyPix GPG 好的 那么我们实现了 这么一个 类的一个实例之后呢 我们需要 调用这个类的这个显示 方法 就是 然后在这个窗体 初始化完成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窗口 初始化完成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 把这个我们实现的这个 起动地面给它关闭掉 那么我们调用它的这个 Finish方法 然后传入这个参数 就证明在这个窗底下 那么这个启动文件 已经结束了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是一闪而过呀 就是根本没看清是什么 它就过去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窗底的这个 出入化程序实在是 太短了 所以它 很快的执行完 然后就很快的 显示一下图片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加一点延时 才能看到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 加一下延时 看一下效果 那视野两秒 OK 这个参数可能传的有问题 那么我们直接用这个sleep方法好了 让它强制的去睡一会儿 好 让它睡两秒 算了 那么两分钟之后呢 这个启动界面就结束了 那么就显示到我们这个主程序了 好 那么 在这个 呃 启动界面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 这个窗体的各种这个事件呢 需要 及时的被响应 不能因为这个群体外的运行 把这个窗体的事件都卡死 所以一般呢 我们要 要 加一句函数 就是我们创建了这个 呃 Qt GUI的这个APP 所以我们要 在这个 splash运行之后 调用这个 呃 Qt程序的这个 呃 一个方法 然后让它这个 这个 处理 处理掉 这个 启动界面想象之后的 启动界面 启动界面启动之后的这个 Qt GUI的这个事件 想用 所以就调用这个APP的 process events 这个方法 这样呢 就防止这个界面被卡死 然后呢 呃 再去初始化这个主创体 初始化主创体 这个过程中 因为 如果有的程序的话 初始化程序 时间比较长 这个时候呢 就显示我们这个 这个初始化界面 就是一个图片 在这个图片 显示 的过程中呢 呃 后台程序去加载一些 必要的资源文件 等到这个创体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就关闭这个 启动界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的 那么我们在刚才这个 Eclipse 启动的时候也看到了 它这个启动界面呢 不光有一个文 呃 不光有一个图片 它还有一些文字的说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呃 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功能 好 添加这个文本信息到 启动界面 然后呢 我们再更改 它的这个信息显示位置 就是说 按照我们这个需求 定义它的这个显示位置 然后呢 然后呢 要修改这个文本信息的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怎么实现 呃 我们还是同样的在这个里边 这要用这个 它有一个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给它加一个这个 嗯 正在加载 图片资源 然后同样的 那再休息一会儿 让我们看到效果 嗯 嗯 嗯 撫动 好 在这里面 敲代码会感觉 就比在Irc4里面快很多 我们还是一样的顺利两秒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文字在这里 正在线软界面 然后 做程序运行 这已经达到了 我们这个预期添加文字的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想让这个文字 显示到这个 显示到这个图片的正中央 比如说 对齐到这个正中央 然后我们调用一下 qt.alien center 显示这个方法 就使这个文字 对齐到正中央 好 我们把每一项都加进去 让它在同一个位置显示 看一下效果 这个黑色的字在黑色的背景下 已经看不见了 这个很悲剧 所以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文字进行一下调色 调色的时候呢 调色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地方再给它传入一个参数 qt. 中间可以用红色吧 给它传一个红色进去 这样我们能不能看到 好 正在下面存在资源 音频资源 然后渲染界面 然后程序启动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介绍的这个 像这个启动界面里边 来添加这个文字信息 并且设置它的对齐位置 设置在中间 也可以把它对齐到底部 那么这个对齐到哪 或者是设置成什么颜色 主要是依据这个图片而言 这个图片 如果是黑的占大面积的话 你就不要把这个文字设置成黑色 如果红的占大面积的话 也不要把这个东西设置成红色 否则都看不见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这个启动界面的这个实现 然后后面呢 留一个课后练习 就是利用本件课所学的内容 完成一个启动界面的设计 因为我这里边这个启动界面 用的是我自己的那个客户桌面 这个桌面呢 还是偏大的一些 作为启动界面呢 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宣传 所以呢 大家可以选一张自己喜欢的图片 然后完成一个启动界面的设计 然后向里边加入一些文字信息显示 好了 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